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三个人因此离世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 武警总医院的毛更生主任 为大家介绍 掌声欢迎毛主任 你好 毛主任欢迎您 你好 谢谢 毛主任 刚才我在问大家 这个概念的时候 好多人都猜不太出来 有可能会想到心梗 心脏病等等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疾病名称叫脑珠中 脑珠中如果标准发音叫脑簇中 就是这个词并不陌生 就是中医的中风 或者说叫脑梗 脑出血 这都是同一个病 脑梗 脑出血 它合起来在西医叫脑处中 脑出血 它的特点在世界各国里 都对这个病非常重视 之所以对它非常重视 是因为它有五个特点 或者叫五个高这么一个因素 那咱们慢慢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疾病如此凶险 会有可能给我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的生命 带来这么巨大的威胁 好吗 请您落座慢慢介绍 您刚才提到了 一共有五个特点 都有可能让这个脑促重 带给我们生命的威胁 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 这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就是高死亡率 之所以这么说 是有一笔账 我想跟大家算一下 那么我国每年 有大约150万人死于脑珠中 15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么换算成分钟的话 每分钟有三个人以上 赏死于脑珠中 所以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我们看 第二个特点呢 第二个特点就是高发病率 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的脑珠中患者 有200万 全世界不超过600万 所以中国是No.1 是高发的一个国家 是第一的 第一 还有呢 第三个特点是高质残率 在我们国家诸中以后 生存的人口超过1000万 这个1000万呢 有四分之三以上 也就是说超过750万的人 它是有一定的残疾 和丧失了一定的工作劳动能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是半身都瘫痪了 或者是坐在轮椅上 要完全靠着别人的照料来生活的 这都是因为脑粗中发生之后 留下了后遗症 这也正是您刚才提到的 叫高的质残率 高质残率 还有呢 那么第四点是高复发率 在我国门诊 脑粗中的患者来看病 百分之一百个初中患者里头 有四十个以上 它是曾经得过的 而且据最近的数据统计 所有的初中患者 那么只要它得过第一次 一般的都要得过第二次 所以它复发率是很高 再看最后一点是 最后一点是高成本 高成本 怎么来理解呢 那么我们看第三点 高制残率 第四点高复发率 有这两个率垫底 那么成本它肯定就要高 首先它经济上花费很大 很大 那么社会的照顾成本相当于高 而且往往是一人得病 全家受罪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 咱们都希望能够健健康康地 硬硬朗朗地活着 绝不希望会发生脑促咒 以及带给我们所有这一系列的 这种生命质量的影响 所以咱们最好是在我们早期的时候 能够及时地发现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 警示信号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些 什么样的警示信号出现的时候 您一定要警惕脑促重的发生了 这样我们先说说 有没有一些警示信号可以提示呢 我们今天可以给大伙介绍六个比较常见的信号 那我们把这个题板拿到台中间来 让大家非常明确地看到 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的报警信号 需要您格外的重视 今天我们主要从六个方向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些都是身体的报警信号 当这个灯亮起的时候 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赶紧去关注您的脑血管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这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信号 来看第一题 我们看哪一个现象是脑促重的危险信号呢 我们判断一下是口歪闭目无力 还是口歪流口水 这是不一样的 程度不同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入城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长辈 或者是听说过有朋友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生活中其实没有接触到 但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影视作品 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中风患者 就会出现口歪流口水这样的一些情况 家庭有相关的经验吗 有的 你看路晨是从影视剧作品 我生活里就是一出影视剧了 我家里边有很多长辈 因为东北人比较吃饭的习惯 包括也不爱动啊 所以经常有脑梗塞 脑梗死 脑浴血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三个吧 我客观地判断一下 口歪应该就是症状之后的了 口歪流口水也应该是之后的了 我在想闭目无力 有时候我累的话也会闭目无力 我想是不是有这个脑素重的危险信号的时候 也是闭目无力呢 所以我选择闭 肌肉失去了一定的力量了 就有可能是我们脑子发出报警信号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观众们的判断啊 看一下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呢 是口歪或者是 闭眼睛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力气 那这到底是不是预警信号呢 好 我们看看这个报警的信号呢 就是不仅口歪 而且呢还会流口水 好 我们为了让大家记得更清楚 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标志 这第一个反应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位朋友就是现在又嘴歪又会流口水 这个三个选项呢 实际上脑素中可以有 但其他疾病也可以存在 那么闭目无力呢 其他比如说面神经炎 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要说三个选项是最优的 应该还是口歪流口水 就为什么嘴巴也歪了 而且还会不停地流口水呢 神经 脑神经系统 它支配面部和舌部的这个肌肉 如果这个神经系统受到损害 它支配面部和舌的这个肌肉 它瘫痪 就等同于是一侧的肌肉 已经不受控制了 僵硬了 那它就会这罢了搭了下来是吗 对 正常情况下 它会自动地这个舌肌配合着吞咽 那么如果它瘫痪了 它就配合不了 然后口水就不能够 马上吞咽到肚子里面去 就会流出来了 流出来或者是夜间出现腔壳的表现 好可怕 可是我晚上睡觉经常流口水 我那个枕筋得一天一洗 而且大量地流 而且最近还开始 我妈妈说我打酷了 我该不会也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吧 这种情况下有个前提 比如说一般的脑筑中的患者 是中老年人比较多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跟你的身体状况 如果是你一直是这样 这也不提示 比如说中老年人 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突然有这种表现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查一查 那如果他从小就这样 我们就不考虑是他 那这样是不是表明 已经比较严重了呢 它是这样 就是说 它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来对待 当然了 如果发病了 引起损害了 也可以出现这种表现 但作为一个信号出现的时候 它往往还是能恢复 那就是要留心观察自己的变化 包括作为晚辈 应该观察长辈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变化 有个提议 作为长辈来讲 他应该养成一个照镜子的习惯 比如说我掌声起来 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这个嘴歪了 那么凭什么嘴歪 以前没这样 对 是吧 特别一些老爷子 他不太注意 是吧 不太注意 是 那么作为子女来讲 他应该经常回家看看 是吧 老爹老妈 有没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你别撒月回去一次 是吧 一周回去一次看 跟上周有啥不一样 咱们尽早发现 尽早处理 对 尤其您刚才提示 一个细节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告诉老人家 要时不常地照照镜子 因为好多人 稍微上了点年纪之后 会稍微有一点不修边幅 就没有像年轻人那么爱美 那么喜欢照镜子了 但是这是发现我们身体当中 是否有一些病变的一个发现途径 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屏幕上 也看到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每天早上起来之后 还是应该多看看自己的变化 那我们刚才提到 一个是嘴巴歪了 流口水了 这是一个警示信号 除此之外 我们嘴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也是脑促中的危险警示呢 我们看看何博士的介绍 有请何博士 小季 那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我给他总结一下 就叫做变脸 什么是变脸呢 大家知道 我的老家在四川 在我们这个川剧里面 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绝活 就是变脸 怎么变呢 就是这样 一二三 那这样的变脸呢 它是这个戏剧表演里面的 这种一个绝活 但是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发现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容貌发生改变了 自己也变脸了 那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了 那么这些危险信号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面具 给大家看一看 早上起来 如果照镜子首先发现的 题目刚才说到的 如果有这个口角歪 还有流口水的这种症状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再照镜子看见 如果发现自己啊 有这个大舌头 或者是突然开始出现 口齿不清了 那比如平常咱们说话 交流都是很正常的 突然发现 他好像有点说不清楚话了 这种情况也要值得注意 第三个 那就是如果在刚才的 这些症状之上 或者是单独出现的 嘴角口唇周围发麻 或者呢感觉啊 这个嘴唇动得不太灵便了 比如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水倒到嘴里就顺着嘴角流下来了 同时呢 摸一摸嘴角 感觉呢 好像有点麻麻的 这个时候也是值得注意的 脑促重的信号 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在镜子面前啊 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 正常情况下 一般来说 我们的舌头伸出来 都是在正中间的 如果发现舌头歪向了一边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那都有可能是脑促重的信号 那么现在呢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 咱们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 咱们可以左右看一看 您伸伸舌头 让临座的帮您看一看 是不是都在中间啊 左右看一看 在中间吗 在不在 在吗 有的阿姨说不好判断啊 怎么非常简单 咱们早上起来啊 对着镜子啊 咱们呢 可以放一把牙刷 或者放一把筷子 在这个中线的位置啊 连接鼻子和这个下巴科的这位置 然后呢 把舌头伸出来 如果是在中间的 当然就对了 如果发现 比如偏到一边 这种边脸 就是比较危险的了 那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四种容貌发生改变的信号 值得大家注意 所以咱们还是要养成 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习惯 下期 好的 谢谢何博士 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看 第二个警示信号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您出现了这样的反应 也要警惕是脑簇重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老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呢 表示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 突然说不出话 或者表达不出来 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 在谈话的时候 或者在打电话聊天的时候 他突然就找不到 要应对的词了 是吧 而且心里可能还很清楚 就不知道怎么应答了 比如说明明我知道 我早上吃的是豆浆加油条 这脑子里不是清楚 但是就是表达不出来 想不出来这个词是什么了 这个就算是是吗 是一种命名性食语 我看着这个油条 我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了 那就会表现为 说话支支吾吾的 吐吐吐吐的 他自己也很着急 但就是想不起来 它叫什么名 所以没法应对 那这种情况是我们的脑血管 怎么样了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表达 影响到我们的说话了 那么刚才讲的这种 突然接上肠 早词早不出来 是运动性语言中枢 额下回 这地方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暂时缺血 暂时缺血 如果时间长了 那就是脑股塞了 或者现在标准交换 叫脑股腐 如果一过性的 还能恢复 那么它是一个 绝对的一个预警信号 我觉得这一点 就很难被大家 当成一个危险的信号来看待 因为中老年人 比如说他一下子 说不出来话 好像他会觉得 说没休息好呀 或者是 自己本来就不会讲话 所以说不清楚 他也难以启齿 怕别人取笑自己是吗 对 就是说 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 就像刚才毛主任说了 可能这个血栓过去了 又恢复了 他就觉得没事了 刚才可能就是一下子 反应慢了 反应迟钝了 年纪大了 很正常了 对 对 想不到会是 这么严重的问题 对 那这样看回家以后 不论我还是陆陈 还是小季 回家都得观察 我们自己的父母 是不是他突然 不爱交流了 跟他多说两句话 他突然接不上茬什么的 我们就得注意了 或者是找词 找得不准确 对 表达不清楚 这可能都是 多多少少提示着 我们的脑血管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这个是个标准的预警信号 那咱们来看看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呢 明明要格外警惕 很有可能脑促重呢 会随时来临 这第三个信号 我们看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叫突然眼前发黑 突然眼前发黑 老百姓经常来门诊说 我半个月之前就出现了 最近两三天也有 一共出现三次了 突然眼前发黑 所以他来看病了 看病是怎么回事 老百姓的突然眼前发黑 在我们医学上叫 一过性黑蒙 我还以为是不是 就像我理解 是不是用黑布蒙住了眼睛 忽然间跟世界得绝了 这种感觉呢 突然间一下子 两个眼睛 都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个更长见 一只眼睛啊 一只眼睛更长见 如果跟那个初中有关的话 那然后会就永远看不见 还是说是 突然之间又恢复过来了 它这个 如果作为信号表现的话 它是一过性的 一过性的 那么 那么持续多长时间呢 可能是几分钟 也许是几秒钟 那么 真正的信号 它在机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 眼睛 看不见 东西 说明支配这个 这个能看见东西的 受尔膜缺血 受尔膜的供血动脉 是眼动脉 眼动脉 它是颈内动脉的一个分支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颈内动脉 有一些小的酸子 它飘到 或者是被冲击到眼动脉里 眼动脉在分配到 它的属质 受尔膜动脉 就是说 这个血管展示堵了 在血流的冲击下 它又给冲走了 扩散了 散开了 所以它也导致 短暂地看不见东西 其实这都在提示着 咱们支配着 眼睛看东西的 那个地方的血管和神经 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 就应该格外地 去关注它了 格外关注 就是往回推测 是颈内动脉 狭窄 或者是有斑块 掉下来 我有那个 那个我们的专家老师 我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节目组的 后期导演 他说他有时候 晚上编片子 编到下半夜 甚至可能熬几个通宵 他有的时候 累得很极致的时候 很疲劳的时候 就会突然出现 这种一次性的黑蒙 这种情况 算是他很累吗 还是他有先照了 就是这种 一过性的黑蒙 和疲劳有没有关系呢 一过性的黑蒙 跟疲劳有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你看我有个前提 就是说 一般多见于中老年人 而且他有个前提 是除外这些情况 比如说疲劳了 用力了 我们小时候搬砖头 什么大汗淋漓的 那么最后一次起来的时候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那时候才十几岁 他不支持这个脑中风 也就是说这个脑中风 它是有前提的 中老年人多见 排除这些比较累 比较熬夜的情况下 那么是不是考虑 跟他有关 无缘无故 好好的就出现一过性黑蒙 这个是需要警惕脑促重的 对吗 结合年龄 稍微上点年纪的 就更为危险了 更需要关注了 结合年龄 现在就尤其四十以上的 要关注这件事 但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有一些朋友 应该格外地警惕自己 是不是已经跟这个脑促重 比较近了 那我们要给这些朋友们 做一个重要的提示 来看下一题 我们看哪一种疾病的患者 是更容易出现一过性黑蒙呢 是心脏病患者 痛风患者 还是糖尿病的患者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两位有没有相关的常识 我选A 因为我还小 好像也接触不到 其实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糖尿病患者 因为我听说糖尿病的 并发症非常多 糖尿病可以并发什么烂脚 或者是眼睛的视力 突然急剧地下降 我觉得它对眼睛 应该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这方面 是否有常识 来看一下选择 哪些人更应该警惕呢 绝大多数的观众 选择的是痛风 或者是有心脏病的患者 那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了 如果您是糖尿病的患者 就更应该警惕了 我也打这么着了 是 这为什么糖尿病 和一过性黑蒙的关系 更为紧密呢 但我们看这个用词 它是心脏病患者 为说惯性病 所以它并不是首选 痛风呢 可能离得更远一些 那糖尿病呢 这是个常见病 初中的风险因素 那么就有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 它第一 比如说这个患者 它有糖 一个人群里 它有糖尿病 它相当一部分人 它同时也有脑中风 同时脑中风的病人 它可能有33%的 这个统计素质 它同时也有糖尿病 所以它们俩是十分 密切关联的 那么它的激励就是说 这个糖尿病 是一种代性性疾病 它整个对人的血管 是有影响的 那血管包括脑动脉 也可包括颈内动脉 那么它对颈内动脉的影响 在这三个选项里 它是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选糖 应该是最靠谱的 那等同于就是 一旦有了糖尿病之后 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其实都是会受到破坏的 同样要是脑子的血管 受到破坏的话 就很容易发生堵塞 或者是出血的危险 对吗 对 是这样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 影响更多的是微小血管 你看我家里有亲戚 有这个一个亲戚 我就不提是我的谁了 估计她不好意思 她高血压 血糖还高 她挺胖的 身宽体胖的那种 而且还特别 不爱吃肥肉 我们东北的很多叔叔 都是这样 爱吃肥肉 爱吃油腻的 但是最致命的 她是完全不动 吃完就坐下打麻将 抽烟 或者是躺下看电视了 完全不运动 你说她这个 是不是就是一个高发性的 或者说应该很警惕的 一种人群呢 这个很危险 就你这位亲属啊 因为高发风险 好像她占了好几个 占了三个以上 就是高危人群 天哪 高血压 血糖高 大鱼大肉吃着 还不爱运动 所以她是很危险的 给人群 那么结合她 这个年龄 所以她是真要很小心 天哪 爸爸你听到了吗 是老爸吗 是 就是三高人群 本身就是容易发生脑促重的 然后再加上爱吃肉 不爱运动 那要是占上这两点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离脑促重更近了 是吗 更近了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个 管住嘴 迈开腿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咱们看一看 还有三个危险信号 也在提示着大家 应该关注一下 自己的心脑血管了 那我们看看这第四个是什么呢 先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夏令哪一种现象啊 是脑促重的危险信号 我们来判断一下是早醒 哈欠连天还是多梦呢 请大家做出选择 好 嘉念的判断是什么呢 根据老爸的反应 嘉念不想说哈欠连天 因为我也哈欠连天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多梦啊 因为我爸晚上睡觉 总是说梦话 一会儿当兵的时候 的事又出来了 一会儿就又想吃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多梦 路程的判断呢 我更倾向于选 毕哈欠连天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打哈欠 是因为脑供养不足 那么可能就是 跟我们的脑供血各方面 都会有一点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立方面 是否有相关的了解 看一下选择 我们看绝大多数的观众 选择的是 哈欠连天 那大家的这种认识 对吗 这里是用 无限级高品质中法 药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 有关注白脸上 关注眼健康的 沙发艾斯 最为不足的 健康肌肉学们 那大家的这种认识 对吗 如果经常会出现 没错 哈欠连天 就是要注意了 真没想到 这个也是脑促中的反应 你看 这位就是 不停地在打哈欠 这为什么人一旦 要是有脑促中的危险的话 还会不停地打哈欠呢 如果一些血管堵了 脑供血不足 现在叫脑缺血 它通过打哈欠 那么通过这个胸腔血 重新分配 是进入到 颅内的血 可能更多一些 来缓解它这种 缺氧的表现 就我父亲 他是高血压 高血脂 当然他也 有点淘尿病 不是特别严重 他每天就是 他要睡很多觉 就他总是 我看见他 上午在那睡一觉 下午又在那睡一觉 晚上又睡 对 他晚上又睡得很早 他就是每天 就感觉总是睡不醒 他会爱打哈欠吗 对啊 就是因为他会打哈欠 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困啊 觉不够 然后他就经常就 倒在床上就睡了 睡的时候会打憨 然后就使劲 这种吸气啊 这样的一些险性 但是他有个前提啊 你比如说他熬夜呀 喝酒啊 这个打麻将 打到三点 这种叫谁 谁也打哈欠的犯困 如果这个人 睡眠很充足的话 还在打哈欠 结合他的年龄 和有一些 其他有没有风险因素 比如说刚才说这些 吃大鱼大肉啊 卖运动啊 那我们就 是不是得考虑 来检查一下血管的情况 脑子供血不足 或者现在叫做脑缺血 那么通过打哈欠 它能缓解这种缺氧的表现 所以还是要重视 那除此之外呢 咱们还要看一看 接下来还有两个危险信号 也提示着您啊 这个是脑促重的报警信号 我们来看下一题 我们看下列哪一种现象啊 也是脑促重的危险信号呢 继续来选择啊 是气短 心慌还是胸闷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路程的判断是什么 有点犹豫 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我不敢选心慌 因为有时候我喝喝咖啡 喝茶叶我也心有慌 我就是总之不想把坏的 往自己身上撇就是了 我觉得应该是气短吧 刚刚不是说吗 我们可能就是 如果要这个脑血管 或者是血液里面有问题的话 喘不过来气 可能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气短 好 那我们看看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多少啊 看一下选择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心慌和胸闷 那到底是哪一种反应呢 我们看看如果经常出现心慌 也需要格外警惕脑促重的发声 所以咱们给大家明确的标志 如果经常有这种反应摸着这儿 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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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跳 就需要警惕了 为什么说我们就选这个心慌呢 因为它跟那个医学上心肌是对应的 那么之所以心肌也好 心慌也好 是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年龄组的分段 它心脏不规律地跳动 这个心房颤动的时候 正常应该说它是收缩 有规律地收缩 把这个血压到腦子里 也可以压到其他的部位 压到其他部位 那如果这个心房它烂动 没有规律地动 那进到通过心史 进到心房这个血液 它就乱了 就自己跟自己人打架了 互相碰撞 碰撞 里头有这个血腰板呢 一些红细胞 它碰撞 碰撞的时候 它可能形成这个血栓 形成血栓呢 它还是有一部分血 来通过这个血管 打到脑子里 那么这个 在某一个部位 它停下来 在目前走不动的情况下 就把它 离远的 区域的 这个脑组织 就给 供血就给堵住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 很危险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都是 应该先查这条心脑血管 还是应该先查心脏呢 首先 因为源头还在心脏 首先查心脏 好 那刚才呢 咱们已经说到了 五大信号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最后这个 有可能是提示着 脑促重危险的信号是 这个煤太看明白 是什么意思呢 毛主任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小人啊 这个走到歪歪扭扭的 还走了一段 就有点像 有点像 用东北话讲 跑偏了 跑偏 这个跑偏 得是一种什么样的跑偏呢 毛主任 您见到的这些病人 他们在行走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您能够我们模拟一下吗 哇 好酷 来 请您到台前来 好 这个 您常见到的病人 他们在行走的时候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 病人来到门诊来看病了 是吧 叫家属带来 说 你走两步 我看一看 他就走 就是 比如说 这侧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他生怕这侧跌倒 天哪 生怕跌倒 歪的 走着走着走着 就 到我这儿来了 到我这儿来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的时候 比如说 他这个 这个 抬腿 走两步 因为这个腿支持不动 没劲儿 特别胖 他不用他撑着力 不用他撑着力 他是这么点脚 是吧 这个腿有劲儿 所以这个就 好像一个拐杖一样 这么掂量着往前走 掂量往前走 就有点像这个 脚崴了之后一样 对 一点瘸 我这个脚脖子崴了 我不能用它用力 我肯定是 我主拐也好 我它只是垫一下 最终还是 这个有力的腿使劲 那就等同一 往哪边跑偏 就有可能是 那边的肢体 已经发生 这个中风了 或者叫脑促重了 对不对 跑偏侧的 那个肢体的对侧 脑子要出问题 它俩是交叉的 就这边身体 如果要是没劲儿的话 有可能就是 这边的脑子 有可能是脑促重了 往左侧跑偏 那可能是右侧 脑出血 或者是脑骨色 所以这也是一个 重要的警示信号 好 谢谢毛主持人 请回到诸位 那您看刚才您演示的 是整个的这边 肢体都没有力气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 体现得会特别明显 那肢体没力气的话 手也会同样地没力气 对不对 那么有的赌塞 它就重点表现在上肢上 比如说拿筷子 没有力 你叫它把手伸平 它可能两个手伸平的时候 这侧没有力的话 它可能慢慢就搭了下来 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正常的时候 这个手能坚持好长时间 就是这两侧力量不一样 很对称 坏的那一侧 就这样下来了 它坚持不了 或者你去压一压它 它的抵抗力 或者反弹力 怎么压一压 您压压我 比如说 这个 我们现在 如果把它俩都往前压 那我就 往前压 可能我这两个力不要紧 如果这侧有问题的话 它可能 就是停不住 您给的这个压力 撑不住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 你这两个就是说 叫你看能坚持多长时间 那么没有力的一侧 它可能很快 它就搭了下来 这个是特别简单的 一种判断了 对 这个清摊实验 这可以让父母 在家自己检测一下 这个很简单 或者像您刚才提到的 正常拿东西 什么都拿得很稳 如果要是拿不稳了 或者是掉了 比如拿筷子掉了 这也算是 这也算是 肢体无力的表现 那您看今天 咱们提示了 六个方向的危险信号 其实这些 都是让大家 能够及早地发现 自己是不是有 这个脑促中的危险 那如果 咱们早发现了 去治疗 和我们没有 及时地发现 去治疗 这个治疗后期的结果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村姐之前 有一例病例 一例病例 就是离我们郊区很近的 是张大爷 他的儿子 就在北京工作 儿子孝顺嘛 就说 这老爷子你得查一查 心率不齐三四年 平常不太注意 那么去年五月份 六月份两次摔倒 也没有正经八百地 去医院看过 那个他老先花钱 儿子在北京 工作时间不是很长 房子还没买 说去那干啥 也报不了消 是吧 这样就是说 这个去年冬天的时候 他儿子就叫他 来复查 他怕花钱就没来 是吧 到村姐之前 是吧 发病了 脑公司 当地医院呢 就是也尽了权力了 那么到我们医院的时候 已经两侧痛苦算大了 就是意识上 还逐渐在假中 那么本来想手术 看能不能保住一命 结果两侧头五三大 也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已经没有太大的 挽救了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些信号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所以咱们再次给大家回顾一下 刚才您看我们提到了 这么多的警示信号 第一个呢 就是嘴巴歪流口水 包括何家博士 给我们演示的 你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说话 是不是清楚啊 吐出舌头来 是不是居中 这都是一些嘴部的反应 再有一个呢 说话会不会词不达意 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另外这个呢 是我们眼睛 突然间一过性地 看不见东西了 还有一个呢 这个呢 我们看到就是不停地打哈欠 整天就会觉得困晕晕晨晨的 同时伴有着这个胸躯啊 很不舒服 心慌 再有一个 如果要是走路啊 都已经走不了直线了 已经走偏了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要及时地去医院了 因为这六大信号呢 都是脑促重的警示信号 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报警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毛主任 给我们做出的相关的介绍 谢谢 谢谢